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五年属蛇 我想告诉你 你妈妈的一个婆婆 就是你妈妈的一个婆婆 你妈妈那个时候 就是你问问你妈妈看 就是说她做梦做到过她没有 有 她现在很恨你 她死的时候 她也很恨你 现在她在弄你 你告诉我你愿意不愿意还她的债 愿意 你这个婆婆现在就在这里 你刚刚讲的话她听到了 现在她还不满意 你能不能跟她忏悔一下 你告诉她 婆婆我做错了 可以的 婆婆我错了 请你原谅我 你这个病如果她不在你身上 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她只要不在你身上 她只要不在你身上 你的脊柱慢慢会坚硬 会好起来的 你现在要答应她 要给她先念八百张小房子 好吗 好的 她曾经很疼我的我一切 但是你不疼她 听得懂吗 明白 明白 你害过她 所以 到了报应的时候 再来跟你算账 她一直要害你到你走 所以你要叫你儿子 跟你一起念经 明白了吗 明白 谢谢 她曾经很疼你 到后来两个人关系 就很糟糕了 明白 嗯 第二个问题 我想问 我妈妈的功是功课 现在是二十一遍大倍重 你妈妈现在的手和脚都不能动啊 能动的呀 脚完全是不可以动 我知道 现在 现在我可以啊 她脚是不能动 因为她的下肢啊 这个 她这个灵性是卡住她的腰椎这个地方 让她整个都疯死了 现在呢 稍微给她点颜色看看 就是说我叫她这个婆婆呢 先把她上面放松一下 让她呢 有点信心 如果她给她八百张小房子念完之后 她婆婆呢 放她一下 好吧 好啊 好 好 好 你现在 我看啊 好 那个 你先肩膀啊 可以动了 她这肩膀你放了 你肩膀动动看 好 再往手这里 手这里慢慢放啊 动 左手 左手 往上抬 往上抬 好 你回家 继续给她念 她会让你 都会动的 如果你 不给她念 她就叫你 都不会动了 明白 你妈妈脑子 她还没搞她 已经很对得起她了 听得懂了吗 小弟啊 明白 你要帮妈妈的 明白 明白 你自己很孝顺 但是我希望你 孝顺就要帮妈妈念 是 可以 好吧 其他没什么问题 八百张念完之后 二十一张 二十一张 不停地念 一直念到她 恢复 好 呃 功课方面 要怎样调整吗 功课方面 每天 四十九遍 大信经 二十一遍 大悲咒 礼佛每天五遍 然后叫她放生 初一十五放生 然后 一共要放到 两万条鱼 好 可以 呃 还有 第三个问题 是帮 一个王人 争目谁问 请问她 现在 在哪一道 是九三年属猴 男的女的 男的 叫什么名字 就告诉我了 曾木水 姓什么 姓曾 第二个字呢 木 木头的木 木 水 水 对 和水的水 风水师嘛 这名字怎么有木水呢 曾木水 什么时候过世的 一两年前 男的 是 是你爸 我公公 你公公是吧 你公公怎么有点胡子啊 这里塞帮上 是 嗯 脾气 倔得不得了 一点点啊 会打人哪 这个我不知道 没有被打过 你要不要晚上 我叫他来打你 不要 好了 现在 这个公公 我告诉你 你别看他 不怎么样 人家照样在 阿修罗道 听得懂了吗 明白 好了 谢谢 没什么大问题的 喜欢穿着古色古像的衣服 对 谢谢 好了 谢谢 好 下一个 谢谢 我妈妈的 谢谢 我妈妈的 谢谢